歡迎回到財經期世界剛提出的問題 你想好答案了嗎 我們再來看一次題目 泰國在2014年第一季 經濟微縮幅度大於經濟學家的預期 那麼請問下列何者 是造成這回泰國經濟不振的因素呢 選項有四個 馬上來看解答 答案是A您答對了嗎 泰國在2014年的首季的GDP 呈現了一個下滑的程度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泰國常年內部的一個經濟動盪 所造成的影響 因為長期的經濟動盪 泰國政府不但不能進行 內部的一些 除了限制到泰國政府的一個 內部的投資也傷害到內需市場 更影響到了消費者信心 那因此使得政經 他們的經濟飽受嚴重衝擊 那泰國第一季的GDP表現 我們可以從泰國政府的 經濟社會發展局所公佈的數字 來看到 泰國第一季的GDP不僅比前一季到推 甚至比去年同期還要更萎縮 更萎縮了0.6% 那什麼是GDP呢 GDP也稱作國內生產毛額 是指一國或地區在一定期間內 如一年或一季之內最終生產出的 全部經濟成果由消費 投資 政府支出 進出口等四大項目構成 是衡量國家或地區經濟狀況發展的重要指標 泰國常年的政局動盪 造成了國內GDP受到的影響 算是非經濟因素 因此答案是A 希望您也跟我一樣 每個星期透過這個單元 學習到更多的財經相關知識 一百零六年的稅 大家都應該繳得差不多了 明年開始應該有些人要繳更多稅 像是屯房稅 立法院已經三讀通過 而另外美國的肥卡條管也即將上路 有哪些結稅的好方法呢 下個星期節目當中 我們要帶您瞭解 還有下個星期開始 節目會有一個新增的單元 國際財經站 為您掌握一週的國際財經大事 請您鎖定下星期天財經新事件 明天下星期三 此時,請您按摩 快給掌握